简佩然去东北工作之后 原告沉染较外卖的次数 远远超过了自己做饭的次数 甚至很多时候是让女儿一个人吃饭 接送孩子上学放学 大多数是由简佩然的母亲 郑文娟女士负责 原告并没有尽到一个母亲 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我方认为简佩然更适合照顾女儿 抚养权应归属被告 我方认同平分夫妻间的共同财产 按照原告的经济能力 需每个月支付抚养费 一万五千元 原告发言 我方同意平分夫妻共同财产 但是对方律师刚才所说 我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和义务 这点我表示反对 在被告去东北之前 她照顾孩子的生活和学习 确实是比较多的 但是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 共同选择的家庭生活分工 也是经过双方慎重商量以后 做出的决定 至于对方律师说 我们一日三餐吃外卖的情况 并不是这样的 大多数的外卖 都是因为我在陪孩子去 补习班的路途之上 因为时间紧凑才造成的 我认为 一个孩子的成长 最重要的是陪伴和情感 而不是由一日三餐所决定的 我承认 我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 但是我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 我的工作 很多时候是要出差 和加班的 我没有能像 其他一些母亲一样 每天按时回到家里 时时刻刻陪在我女儿身边 但是只要 我回到了家里 不管有多累 我都会 努力去尽到 做一个母亲的责任 孩子过生日 我没有忘记 因为工作忙的原因 我可能没有在那一天 陪孩子一起过生日 一起吹生日蜡烛 但是 我都会想尽各种办法 把生日礼物送到孩子的手里 可能这份礼物 在孩子来说 没有那么贴心 也没有那么及时 但是 他知道这是妈妈的心意 他的生日 妈妈从来都没有忘记 孩子的亲子运动会 我跟他一起手腕手 一起奔跑 一起欢笑 一起庆祝胜利 庆祝我们得了第一名 我得知孩子摔伤的时候 立刻放下了手中的工作 从瑞士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连夜赶到医院去 因为我知道 这个时候 孩子需要妈妈的陪伴 还有我陪孩子参加 他喜欢的明星的粉丝见面会 我告诉孩子 明星也是在努力拼搏的 因为他们的努力拼搏 才会站在台上 接受别人的掌声 还有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次立嫁 也是我们共同见证的 所以孩子的每一次成长 我从来都没有缺席过 我从来都没有缺席过 还有我们的陪伴 叫做 butterfly